有人问我说北大的饭菜好吃吗 好吃啊 你们学校里有几个食堂 你们学校里有多少食堂 一个 这么惨 这一个食堂啊 我好像说500这不可能 你们学校是菜市场吗 500 一般情况下中小学好像如果说有食堂 都是比较简单的 北大的食堂是挺多的 北大的学医食堂 学医食堂学武食堂都吃的比较多的 然后还有什么家园 我那个时候的食堂 现在好像已经不太一样 家园 燕南园 艺园 然后好多不同的食堂 所以如果你想吃的好就好好学吧 北大清华 清华的食堂也挺多 但是我不太了解 清华我主要是一共只去过两个 其中有一回是几次的 他们一个食堂 考不清楚是哪一个 北大的食堂我都比较少 声音小吗 声音小吗 对了吧 不小 OK 好了 好的 该理发了 是哪个高中的 高密一中 你应该不知道 可能在问题区打不良消息 什么意思 不要理他们就好了 你问我哪个小学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这问了 问了高中也就罢了 还去跑去问初中和小学 你们真的是 查户口吗 你们 有没有去参加我们的读书活动啊 有没有去参加我们读书节活动啊 看到我们的读书节活动了没有 没看到 没看到 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们的读书节活动啊 张忠阳参加了两个啊 给你点赞 去拿奖啊 你们 我们读书节活动有奖品的 不想参加 不能这么任性 吴经纪 知道不 我们今天会给你们布置这个读书节的任务啊 会有 让你们去完成的任务 师郎 你这一大创网号是什么意思 好 没时间 那你留着时间干嘛的 大家自己要搞清楚什么事情是重要的 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 对不对 读书类的事儿要舍得花时间 知道吗 上次中了全套的书 我什么时候说了 我说我要唱这首歌了吗 我怎么没这个印象了 什么时候说的 你们不要起哄啊 真的假的 我回去查一下 真的吗 没点印象都没有了 还可能呢 我讲什么的时候讲的 说我要唱这个呢 完了 你们不带起哄的啊 好好好 上当时要上课了 我说下这个课唱 是吧 是吗 好吧 你挑着蛋 我牵着妈 是吧 一开始我以为是歌词 你挑着蛋我牵着妈 嗯 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踏平坎坷能拿到 好了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好 咱们今天呢 继续来读西游记啊 我们时间一到 各位 捣乱的小朋友 可以停止了啊 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读 呃 西游记 那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陆续的几次啊 会涉及到唐僧的几个徒弟 呃 前面呢 咱们其实 我先点到的回顾一下 给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的几周 办的事情 呃 第一周咱们做的事情 主要是猴王出世 对不对 就是这是第一周啊 就讲整个西游记的开始 是从孙悟空开始讲起 先讲美猴王出世 然后呢 这是第一个部分啊 第二部分呢 我们讲这个悟空学艺 对吧 就跑去学本领 然后有了自己的名字 啊 然后再往后呢 呃 就开始上天去 这个做官了 然后再往后呢 就这个 打闹天宫 然后再往后 打闹天宫之后被镇压 镇压在五星山下 对吧 这是前边的这个 相当于是西游记的前传 啊 这个部分 呃 因为西游记 其实最重要的内容是 唐僧师徒几个人 一起降妖除魔取经的故事 但是在取经故事之前 有一个前传 这个前传 重点讲的是孙悟空 啊 讲他怎么被 这个镇压的 那 讲完镇压之后呢 上一次我们读了一下 说这个西游记 里边的这个取经故事 到底是怎么来的 是谁要去取经啊 实际上是如来佛发起的 对不对 如来发起 然后观音承办的啊 如来是主办单位啊 观音是承办单位 然后最后呢 说让他去东土找一个取经人 并且给了他一些装备 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如来佛给观音的什么东西 五个 记得吗 拿五个东西 来回答一下问题 如来给观音了五个东西 是什么 锦蓝夹杀 不叫锦囊夹杀 锦囊是什么 锦囊是口袋 是吧 锦蓝夹杀 哎呦我的天哪 还有人说给了一根拐杖 你怎么想的 锦蓝夹杀 还有什么 哪来的拐杖 你们要气死我吗 九环西杖 不要那么吐好不好 什么叫拐杖 你老太太的 还有呢 对 三个菇 是不是三个菇 给了他三个金菇 不是给了三个金菇 然后这三个金菇 对应着三篇咒语 是金锦镜三篇咒语 对不对 这些宝贝 然后跟他说 这个拿着这个锦蓝夹杀呢 穿上锦蓝夹杀 穿我夹杀 不堕轮回 对吧 免堕轮回 持我西藏 然后免遭毒害 是不是 对了 然后最后说 金锦镜这三个呢 是路上用来收土地用的 遇到神通广大的妖怪 让他们这个戴上 然后一念 保证让他入我佛门 这是这个如来给的宝贝 然后呢就写观音就拿这个东西就走了啊 然后一路上就开始收各种各样的土地 对吧 好 我们说在观音从西向东走的时候 他有一个护法是谁 他的护法是谁 就观音的护法 我的妈 施沛城你认真的吗 哪来的哪吒呀 想多了吧 惠暗行者 对不对 是不是惠暗行者 惠暗行者的 这个以前的身份是木叉 哪吒的二哥 是吧 在这个 降孙悟空的时候 也曾经出现过 就是前面 孙悟空在底下 号称齐天大圣的时候 这个惠暗行者 也曾经跟孙悟空交过手 那 然后说这个 观音菩萨带着惠暗行者 一路从西往东行 第一个遇到的地点是 第一个收图地点是哪里 我们回回顾一下 大家不要看书 可以想一想 第一个地点是哪里 很好 第一个是流沙河 在流沙河碰到一个 是吧 清不清 黑不黑 是吧 晦气色脸 是这个长得特土 然后长得很吓人 然后这个一头红毛 是吧 一个妖怪 这个妖怪就是 当时不叫沙河 这妖怪呢 原先是天上的 玉帝身边的 士卵语的卷帘大将 对不对 相当于是 玉帝身边的一个仆人 仆从 因为 因为在这个不小心 打碎了玻璃盏 然后呢就 然后就这个 被贬下天庭 然后玉帝对他比较狠 那几个事 怎么收拾他的 怎么收拾他的 王一鸣就记住了 捅他一百下是吧 每隔七天 叫飞剑来 他胸鞋下 穿上百来架 对不对 每隔七天 让飞剑 在他的胸鞋 就是在他的两肋之间 穿上一百多下 每周腾一回 然后打了 就是说我选择死亡 是的 打了八百 捶了八百 对吧 然后扁下天庭来 然后说这个 所以变成了这个鬼样子 然后呢 这个菩萨就收了他 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 叫什么 给他起的名字 叫什么 非常好 叫沙悟静 不叫沙和尚 注意 不叫沙和尚 叫沙悟静 就是菩萨起的名 都是带悟的 沙悟静 孙悟空他也想起 但是孙悟空说我有了 我就叫孙悟空 对不对 所以这个菩萨 没有给他起沙和尚 沙和尚是唐僧 给他起的名字 好吧 这是这个第一站 第二站出来 碰到在高山上 碰到一只猪 猪腰 这个肥头大尔 然后手里拿着九尺钉扒 这个地方叫哪里 叫福灵山 福灵山 他在云栈洞 然后呢 就跟这个猪腰打 打了打着呢 就问这个猪腰是干啥的 对 主要说我是原来是天上的天鹏元帅 对吧 因为九罪调戏嫦娥 然后被打了一千锤 打了两千锤 然后贬下来 结果呢 他想要投胎夺赦 走捷径 结果捷径走了 倒是快 但是不小心走到这个猪胎里去了 对不对 然后生出来变成了一只猪 后来倒叉门 然后在云栈洞有个猫二姐 他倒叉门 完事猫二姐死了 他就占了这个云栈洞 后面观音菩萨呢 就给他起了个法号 叫他叫做猪物能 对了 这时候还不叫八戒啊 叫猪物能 叫猪物能 这是第二站 第三站该是谁了 第一个叫杀物镜 后面是猪物能 后面就孙悟空了 哪有这么快 第三个是 对 第三个是小白龙 对不对 有一条白龙 啊 有一条白龙 这个掉在空中 准备受死 这时候 菩萨把他救了啊 这个白龙是 七海龙王之子 因为纵火烧了殿上明珠 被他父亲告了武力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准备干掉他啊 然后也被菩萨救了 说你 到一个地方等着 到这个应酬剑里去等着 给取经人做个角力 变成一匹马 白龙也说了 最后一个就是 碰到了孙悟空 对 在五行山 碰到了孙悟空 然后让他等着去 保唐僧取经 所以这是菩萨 这个倒过来 从西往东 你们记住这条线啊 因为咱们后边连续的几周 我们都要去读 这几个人的故事 是从西到东的 对吧 好 那现在我们说 中间呢 这个唐僧的这一段呢 我们就跳过去了 我们就直接进入到 收徒的这个故事里面来 说唐僧 取经上路之后 第一个 这几个故事里边 第一个遇到的 唐僧的这个路线 就是这样走的 对吗 所以他第一个遇到的是 孙悟空 我们今天就来讲 孙悟空 这个 收了他为徒的这一段 然后下一次呢 就是白龙马 再一次就是猪八戒 再一次是杀和尚 所以我们 接下来连续的四周 都跟这几个徒弟有关系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周的 在遇到孙悟空之前呢 说唐僧啊 当时还没有走出大唐国界 走到了大唐的边境 然后呢 碰到一个 有点像是一个老大 山代王 这么一个感觉 这个人叫刘伯钦 就是伯钦 叫太宝 对吧 这个人也挺厉害的 怎么变成他挺厉害的呢 就写说唐僧 在路上遇到一只老虎 结果这个刘伯钦呢 就跟这个老虎搏斗 打了半天之后 把这老虎给干掉 唐僧觉得 哇太厉害了 还能杀老虎 这个他是个猎户 这样的一个感觉 结果呢 唐僧就在这个刘伯钦的家里边 就住下来 那一事呢 他妈妈对他也挺好 唐僧也念经 对吧 这个最后呢 太宝刘伯钦就 保着他往外走 我们今天读的第一段就是 这个刘伯钦 送他送到了大唐的边境 再往前走 就是另一个国家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这座山呢 就叫两界山 这个山在人间就叫两界山 但是在 在这个仙境 我们原来说压孙悟空的那座山 叫做五行山 对不对 所以孙悟空到底被压在哪 如果是这么问 我们就要讲 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 但是如果说 是这个 唐僧在哪里收服的孙悟空 我们最好回答是两界山 明白的意思吗 就是孙悟空被压在哪 被压在五行山下 唐僧在哪里 收的孙悟空 在两界山收的 就不管你怎么回答 你不要达出个五指山来 你只要达五指山 这肯定是错的 肯定是这个看动画片 看电视剧看多了 对吧 里边没有讲五指山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怎么讲 说行径半日呢 只见对面有一座大山 非常的高 高阶清宵 摧为险峻 三藏就是这个唐僧 不一时就到了边前 太保 就是刘伯钦 登此山如行平地 因为他是个山里的猎户啊 他很能 很能爬 对吧 走到半山之中呢 出现了一个搞笑的 说半山之中 走到一半 这刘伯钦回过头来说 你往前走 我得回去了 那唐僧一听啊 滚安下马 你注意这几个字啊 这几个字是每次读西游记的时候 常伴唐僧身边的四个字 叫滚安下马 就是唐僧动不动就滚下马来啊 有时候是被吓的 有时候是是这个伤心的 有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就是特别容易滚安下马 唐僧就哺啰就下来了 然后说赶楼台宝再送一程 求您再送我一段吧 所以大家其实看这里边的唐僧 就是看原著里边的唐僧 可能会颠覆你对唐僧这个人的认识 因为很多人对唐僧的认识 其实是来源于动画片 或者来源于电视剧啊 那你们去看那个唐僧呢 你会觉得电视剧里边的唐僧啊 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你会觉得他挺勇敢的 但其实西游记里边原著的唐僧 一点都不勇敢 而且原著里面的这个唐僧呢 有很多就是俗人身上的东西 有时候怕死 而且很容易害怕 就动不动就会吓得 从马上掉下来啊 这个时候呢 那个唐僧一听就从马上下来了 就说你再送我一段呗 就他知道他自己不太行 然后这个刘伯钦就说 哎呦你们不知道啊 这个山叫两界山啊 为什么叫两界山呢 东边西边 这是两个地界 东边是我们大唐地界 西边是达拿地界 就是是这个 另一个民族的国家了啊 那个地方的狼虎啊 不服我想 就是他不归我管 我也不能过境 你自己去吧 就是我不好意思 对吧 我过不了了 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 我不能再过了 然后三藏听完之后 心惊 心里就担惊受怕 哎呀 于是就抡开手啊 这个拉着他的袖子啊 就哭啊 这个低类难分 这低类难分 不仅仅 大家不要把它理解为说 唐僧特别重情重义 而不舍得刘伯钦 其实我觉得这倒在其次 更重要的是前边 不是说没有狼虎 是有狼虎 但是不归我管 对吧 所以我帮不了你 啊 唐僧觉得这怎么走啊 这个 对吧 所以就哭了 唐僧是在里边 特别容易哭的一个人啊 你们去读原著 后边你就会发现 唐僧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有意思的毛病啊 就特别像一个普通人 但是他只有一点 是特别厉害的 就是他尽管害怕归害怕 但你问他说 那你还去取经吗 他说我要去 这是他特别厉害的点 就是非常的坚定 意志很坚定 对吧 所以这就很真实嘛 那有的人就 有的这个影视作品 就把唐僧写得跟圣人一样 哎呀 也不害怕 管你前面千难万险 对吧 我就是要怎么怎么着 我也不害怕 不是的 唐僧就是个普通人 啊 然后你再往前看啊 说这个两个人 正在拜别之际 突然听到山脚下 叫喊如雷 说我师父来爷 我师父来爷 这是谁的 那当然就是孙悟空 对吧 孙悟空说师父来了 啊 我的师父终于来了 那你知道他在这里 被压了五百年 他一直想要等着 被救出去 前面菩萨告诉他说 东土大唐来的取经人 啊 把你救出去 你去保他取经 你就可以修成正果 所以悟空呢 就一直在这等啊 这时候就听到山脚下叫喊 然后中间 我给你们跳过去一段 就是唐僧就很很害怕 他说啊 说谁在这叫啊 吓死了 然后这个刘伯清就说 应该是山底下的老园 山底下石峡中的老园 说那老猴子在叫 所以老猴子在这几百年了啊 就据说老人说是 呃 王莽篡汉的时候 天上降在一块 对吧 这个天上降在这个山 就带着这个猴 啊 这个猴是个原生猴 对吧 就跟这个山一起的啊 然后最后呢 这个就过去看 果然发现是这猴子 我们来看后边第二个部分 刘太宝诚然胆大 走上起来 与他拔去了并边草 谈下沙 问道你有什么说话 就是你有什么话要讲啊 所以你可以看出原著当中 其实过去看孙悟空的并不是唐僧 而是这个太宝刘 刘柏青 啊 就是很多影视剧里边会演说是唐僧过去 看着孙悟空不容易啊 哎呦 谁的虐待我们小猴子 对吧 把这个脸给他洗一洗 把他头上的草给他拔一拔 呃 不是唐僧干的 是刘太宝干的 啊 给他拔去这个草 对吧 弄去土 说你有什么话要讲吗 猴子说 我没话说 叫那个师傅上来 我问他一问 这个时候三道就来了 说你要问我什么 猴子就说 你可是东土大王 拆往西天取经去的吗 三道说 我就是 你问怎么 你问我干嘛 啊 猴子就说 那猴道 你注意这里边一直讲的是那猴 这个称呼很有意思的啊 因为我们其实想 大家现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称呼 我们可以说大圣道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大圣道 他可以说悟空道 他可以说猴王道 对吗 石猴道 但是这里边他怎么讲的 叫那猴道 他没有写前面的这几个称呼 而写的是那猴 这是为什么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用这个称呼 我问他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用这个称呼 去写悟空 有人说是贬低 轻蔑 所以你们要想一个问题 当他用那猴的时候 他是在讲 在谁的眼睛里看到的这只猴子 是在这两个人的眼睛里 在唐僧和刘伯钦的眼睛里看到的这个猴 明白了吗 所以他写的这个视角 其实是唐僧这些人的视角 对了 在他们眼睛里面 这就是只猴 他也不知道他是秦天大圣 也不知道他是 他叫悟空 他是个猴王 他是个石头里蹦的 都不知道 就说那猴 对不对 所以这猴子就说 我是谁呢 我是五百年前大脑天空的秦天大圣 只因犯了狂上之罪 因为我欺骗上天 被佛祖压在这个地方 前者有个观音菩萨 去东土找取经人 我就叫他救我 他就劝我不要再行凶 皈依佛法 然后保护取经人 西方拜佛 成功就有好处 所以我在这里 你看昼夜提心 成婚吊胆 我们今天有个词叫提心吊胆 你看人家这个孙悟空 把这个提心吊胆 这个词 叫天天的 白天晚上 对吧 早晨黄昏 昼夜提心 晨昏吊胆 就等着你来救我脱身 我愿保你取经 与你做个徒弟 这是不是特别高兴啊 这个唐僧 瞌睡的时候有人送枕头 对吧 就是这个 这个刘太宝 不能往前走了 唐僧正在担心的时候 有个猴子说我来帮你 而且我是谁呢 我是五百 我是这个五百年前大脑天空的秦天大圣 说特别厉害 然后唐僧一听满心欢喜 对吧 这时候跟刘柏青说你走吧 你走吧 跟你没事了 说你虽然有此善心 但是我有个问题 我没有斧头 没有枣子 我怎么能把你救出来呢 你在这个山底下压着 对吧 我怎么把你弄出来 这猴子就说不用斧枣 你只要肯救我 我就能出来 所以我们读到这 如果是读者第一次读 也会觉得很奇怪 对吧 唐僧怎么救他呢 然后三藏就说 我愿意救你 那你怎么出来 好 这个时候猴子就讲了 他说在这个山顶上呢 有我佛如来的金子鸭铁 你注意 他对如来的这个称呼 已经变成了我佛如来 为什么 就是因为 这里愿入沙门 对吧 他说我这个菩萨已经 相当于已经收我进佛门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在称呼 如来的时候已经是我 我们门中的了 叫我佛如来 这上面有一个金字鸭铁 我们前面 五行山下 这个鸭这个孙悟空的时候 讲到过 对吧 欧妈妮 贝美哄 对不对 六个字 说你只要上山去把这个金铁 接起来 我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鸭铁是很关键的 然后唐僧一听 回头就央求着刘伯卿说 太宝啊 我跟你上山走一遭 走咱俩上去一趟 因为他自己爬 怕自己搞不上去 结果刘伯卿就说 不知道真假而何如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个事其实说起来很正常啊 就是你这时候有提出怀疑很正常 你想你走在路上 要摸鬼怪的 对吧 这个地方到处都有 突然间有个猴子的鸭在这 然后告诉你说是鸭了几百年了 肯定是犯了罪了 这时候猴子说 我是来保你的 你把我救出来 你只要把那个 山上那个帖子给扔了 我就能出来 这时候你觉得是真是假 有可能是假的 对不对 有可能就是骗你的吗 因为我们后边看这个唐僧 取经过程当中 有很多妖怪都是骗人的呀 所以他说不知道真假如何 那猴子就说是真 绝不敢虚妙 说你放心吧 肯定是真的 那伯钦呢 只得呼唤家同牵了马匹 他就扶着三藏 附上高山 所以这个唐僧上山 去接这个金切的时候 是刘伯钦扶着他上去的 两个人爬山 你想想你今天 大家应该都爬过山 爬到那个山顶 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不对 这个两件山啊 刚才刚才讲到了 这个山是什么样的 高阶清宵 摧尾险峻的一座山 对吧 也是个很难爬的山啊 所以并不像是有一些 我记得小时候 我看那个电视剧 感觉他上的不是个山 感觉他上的是个坡 上的是个土坡啊 上去 但实际这个山是很难上的 攀藤复葛 就是拽着这个藤万啊 然后这个往上爬呀 最后好不容易爬到了极天之处 极天之处是最高最高的那个地方 你想想你今天如果说在华山底下压了个猴 然后跟你说你上那个华山那个顶上去 最最最最顶上去 把那个金切给我接了 我就能出来 你去不去 很多人就觉得我有可能受骗了 就不去了 对不对 包括你要上去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最后 唐僧爬上去 上去之后呢 果然发现金光万道锐气千条 有块四方大石 石头上贴了一个封皮 上面写着 欧妈尼被没哄 六个字 结果唐僧接着就跪下 朝着石头 看着金字 拜了几拜 朝西 因为西天是佛祖在的地方 对吧 导注说了一段话 这段话就蛮有意思的 这个你只有看原文才能看到 在很多的电视剧里面都 这段就没有了 只是念一念 然后上去接了 就没了 但是你看这段他念的是什么 他说 弟子陈玄藏 奉旨求经 国有师徒之分 如果他确实是我的徒弟 接得金字 救出神侯 同正灵山 如果说真的是想让他给我当徒弟 那就请让我能够接得下这个字来 把他救出来一起去 他就是神侯嘛 如果没有徒弟之分 也就是说 对吧 万一他是骗我的 万一不是我徒弟 此辈是个凶丸怪物 这就不是神侯了 叫凶丸怪物 哄传弟子 不成极情 便接不得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唐僧这个人 其实没有大家想那么呆 是吧 还是挺贼的 让他去接 他先祷告一下 说假如是真的 我就接得起来 假如是假的 你就让我接不起来 说完之后 又拜 拜完之后 上去 轻轻接下 就很容易就给接下来了 这就证明 确实 对吧 是他的徒弟 只闻得一阵相逢 劈手 把这个鸭铁挂在空中 然后叫道 无奈 尖压大圣者 我就是来这个尖压他的人 今日他的难满 注意啊 这个什么叫 有的人 有同学读的时候 没读明白 这个字叫难 难就是 就是这个危难 对不对 说他的 危难到今天 已经 到头了 已经满了 他前面相当于也是孙悟空的一难嘛 被压在五星山下嘛 对吧 到日子了 行满可以释放了 就这个感觉 五等回见如来 搅此风皮去 我们就走了 吓得这个三藏薄青一行人 望空里外 然后他们就从高山下来了 下来之后又走到石峡边 对猴子说 接了鸭帖了 你出来吗 猴子欢喜 讲道 师父 你请走开些 我好出来 莫惊了你 这猴子很高兴 说我出来 但是你离我远一点 免得我吓着你 所以这个地方 咱们如果是第一次读 也会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猴子会怎么出来呢 怎么会吓着他呢 我倾听说 领着三藏一行人 往回就走 走了五七里 五七里远近 他叫五七里是多少 多远 我问一下 七里地是多远 一里地是多远 是不是 一千里地是多远 五百米 没概念你们 一千米是二里吗 五百米是一里吗 七里是多远 三千五百米 对不对 差不多走了三千多米 然后呢 听到猴子说 再走 再走 这猴子 这个声音好高 对不对 能不能发现这个点 在前面也是 他们在前面聊天 就突然间听到山脚上就喊声如雷 我师父来 我师父来 现在结果跑出去了 三千多米 跑出去三千多米 然后猴子还在叫 说你们再往外走 结果他们又走了好久 最后直接下山了 下了山之后 只听得一声响亮 地裂山崩 所以这猴子是怎么出来的 直接把这个 把这个身上的这个沙 给震开了 众人 进阶 大家吓一跳 突然间山崩地裂 感觉地震 只见那猴 走到了三藏的马前 就知道这个悟空的本事有多大 这些人走了半天 听着声音一响 悟空已经到跟前了 赤铃铃跪下 因为事儿也没衣服 说师父我出来 我出来了 对三藏 拜了四拜 就是感谢你 对不对 然后急起身 跟博钦唱个大惹 就是跟他道谢 有劳大哥送我师父 又成大哥替我脸上耗草 是说我要感谢你 两个事 第一个事是 你把我师父送过来 第二个事 我要谢谢你 对吧 对我好 把我脸上的草给耗了 因为他不是脸上 都已经长草了吗 在那压了五百年 谢完了 就去收拾行李 扣背马屁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悟空刚出来的时候 非常听话 是不是特别动事儿 你看对老师表示感谢 然后对这个刘伯钦 表示感谢 对吧 说完之后 直接二话不说 去干活去了 收行李 扣马屁 这是这个悟空刚从山里边 出来的时候的样子 到后边慢慢的 他就开始变了 我们慢慢看 因为他这个时候 这个猴子被压了五百年 他的心性 他肯定在里边 不停的反悔 反思对不对 那心性终于沉稳了 不像五百年前 那么燥了 然后结果去拉马的时候 说这个马见了他 腰软提挫 就站都站不住了 因为这猴子 原来是天上管马 有些法则 所以反马见到 这猴子就害怕 三藏呢 一看他这样 实有好心 像个沙门中的人物 沙门我们前面说过了 佛门 说一看 哎呦 说这猴子不错呀 对吧 三好学生啊 感觉 然后就说 徒弟 你姓什么 猴子就说 我姓孙 三藏就说 我给你起个法名 我好叫你 对吧 我也不能一直说 猴子过来 也不太好 对吧 姓孙的 也不太好 那猴王就说 不劳师父胜利 我原有个法名 叫做孙悟空 他说这个 您就不用想了 我原来有名字的 我叫孙悟空 三藏很高兴 也和我们的宗派 对吧 更好 你这个模样呢 就跟那小头头一样 我再给你起个名字 叫行者 好吗 好 所以这个时候 孙悟空又有了一个新名字 叫孙行者 那行者是什么意思 行者其实就是 跟这个头头是一个意思 这头头是翻译过来的 佛家的佛教的这个词汇 大家知道 在水谷传里边有一个头头 他的外号也叫行者 是谁 水谷传里边的头头行者是谁 对 是武松 对不对 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武松跟鲁志生 这两个人 这两个都是出家人 但是其实他们的待遇是不一样的 我跟你简单讲一讲 出家人当中呢 有两种 一种我们叫和尚 一种叫行者 这个和尚呢 往往是住 有很多人都是住寺的 相当于他是 他是这个叫什么 住寺 等一下我敲一下 就是说他是在寺庙里边 有职位的 因为在中国的古代 其实到现在也是 这个和尚也是要有编制的 不是说你把脑袋剃光了 你就能当和尚 你把脑袋剃光 在自己脑袋上摁几个 拿着箱摁几个点 摁九个点 你说我就是和尚了 那当然不是了 这个正式的和尚是在 是得有专门的机构去认证的 你得有这个注册 得有认证 你就跟今天说 你是一个什么 这个英语六级 英语四级 或者你是一个什么什么 这个建筑师 你得得到一个证 这和尚也得有证 是官方发证的 对吧 这个叫和尚 什么叫行者呢 行者就是 往往是没证的 而且他为什么叫行者 行就是走路 这帮家伙呢 往往就是穿的比较破烂 然后头发呢 也没有完全剃 但是他也是佛门中人 他在外边行起 对吧 要化斋 要饭 是这种的 这种叫行者 所以很多和尚都是注寺 但是行者 一般都是不注寺的 这是和尚和行者的区别 你比如说武松 那个书武传里边的武松 他就是个行者 对吧 他之前 他就搭扮成一个头头的样子 因为他也没剃过头 他就是搭扮成头头的样子 但是这个鲁之身 他就是个和尚 他是正儿八经的 在五台山的寺庙里边 出了家的 人家是发了证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唐僧说 你这模样像什么呢 像个头头 因为这时候孙悟空很明显 不是个和尚吗 他也没剃头啊 他说你这个样子像个小头头 我给你提 后面叫行者 可以吗 他说可以 所以后面就叫孙行者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啊 说孙行者请三方上网 他在前边背着行李 赤条条拐步而行 这个猴子 这个从山里边出来 压了五百年的衣服捣乱了 对吧 当年的什么偶撕不云驴 这个这个黄金锁字甲 是吧 奉赤子金官 早不知道没影了 已经 然后说光着屁股在前面走 拐步而行 对吧 一拐一拐的 过了一会儿呢 就过了两界山了 忽然又见到一只猛虎 咆哮 捡尾而来 就吼着 咬着尾巴 对吧 就来了 这个咬尾巴的老虎 不是跟这个狗一样 咬尾巴 好起怜的 好逗你的 这个尾巴是老虎的重要的武器 我们看水武传里边 武松打虎的那一段 说老虎就是三招 对吧 第一招叫一扑 就上来先扑你一下 一般人就躲不过去了 如果万一你躲过去 还有第二招 叫做这个 一剪 就是拿着尾巴 从尾巴跟棍 跟铁棍一样 对吧 一尾巴就把你扇倒了 这一剪 这下还不行 第三招是 是这个前爪 搭着后爪 那么掀你 一掀 就跟拿后腿蹬一样 是猛虎的三招 结果说 这个老虎呢 咆哮着 摇着尾巴就来了 就跟你一个人 捂着棍就来了 三藏一看 又吓坏了 再马上惊心 结果这两个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藏 叫再马上惊心 悟空是 在路旁欢喜 这个 唐僧是吓得要死 悟空很高兴 悟空为什么很高兴呢 说别怕别怕 他是来送衣服给我的 说我正好没衣服穿 为什么送衣服来的 这老虎怎么给他送衣服 于是呢 放下行李 耳朵里拔出一个针 迎着风一晃 变成了一个 晚来粗细的一条铁棒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 就是金箍棒 对不对 拿在手里笑的 这宝贝五百年没有用过 今天拿出来 正件衣服穿一穿 所以这个孙悟空 是个搞笑的 很搞笑的人 讲话很好笑 在这个西游记当中 有很多好笑的部分 搞笑担当 主要就是靠 孙悟空和猪八戒两个人 然后你看他拽开步 迎着猛虎 说夜处哪里去 这段呢 我给你们读一个 就是在前面 刘伯钦打老虎的时候 也有这么一段 我给你找一下 在这个第十三回上 我给你们念一下 你们听一听就好了 说 只见一只斑蓝虎 对面撞见 说这个 来了一只老虎 对吧 三藏又胆战心惊 不敢举步 就是这里边 唐僧就负责胆战心惊 别人负责收拾老虎 然后呢 太保值了钢叉 拽开步 迎将上去 你看刚才是不是很像 只见一只斑蓝虎 对面撞见 他看见伯钦 急回头就走 这太保霹雳一声说 夜处哪里走 老虎见赶 急转身 抡爪扑来 这是那只碰到刘伯钦的老虎 他说夜处修走 这个时候老虎就 转过身来 扑过来了 但是你看 当孙悟空说夜处修走 夜处哪里去 这只老虎直接吓傻了 蹲着身 扶在地上 动也不敢动一动 这是悟空 一看就比这个刘伯钦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刘伯钦是跟这个老虎 打了半天 这里边还有一通描写 写说这个太保和那虎 在山坡下 人虎相持 果是一场好斗 两个人斗了一个时辰 相当于说这个刘伯钦 跟老虎打了两个小时 结果最后把这个老虎干掉 然后这个孙悟空呢 照头一棒 over了 战斗结束了 打的脑浆 蹦万点桃红 牙齿喷几块 几株 浴块 吓得这陈玄仓 滚安落马 咬指道声 天哪 我觉得我看到这的时候 我突然间脑海当中 想起了月云鹏 想起了小月月 对吧 咬着自己的手指 然后说 我的天哪 是吧 就这个 把这个唐僧给吓得 从马上掉下来 咬着自己的手指 很萌 对吧 说天哪 说刘太宝前日 打的那斑蓝镖 还跟他斗了半天 今天孙悟空 把这虎一棒 打得个稀烂 哎呦 这是墙中 更有墙中手 说太厉害了 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家伙 对吧 打了个老虎 把他吓成这个鬼样子 你知道后面 如果说孙悟空 要去打那些妖魔鬼怪 这唐僧 没有见过 这就是一个凡人的视角 对不对 后面把这老虎打死了 这个悟空就把这个老虎 拖过来说 师父你等一等 等我脱下他的衣服 来穿了走 三藏说 还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哪里有衣服 他说你不要管我 我自由处置 于是拔下一根毫毛 变成一把牛耳尖刀 从老虎的肚子上挑开皮 把整个皮剥下来 剁去爪子 割下头 割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虎皮 拎起来说宽了点 一副做两幅 于是把它变成两张虎皮 抬成一半 一张收起来 一张围在腰间 揪了一条葛藤 路边揪了一条藤板 然后捆在自己身上 说走吧走吧 到别人家里 借点针线再缝起来 他把铁棒碾一碾 仍然变成个针 收在耳朵里 背着行李 请师父上马 这是中间 孙悟空虎皮裙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悟空的虎皮裙 是他自己做的 是他自己做的 不是唐僧给他做的 包括到后边 说到了一户老头家里面 我们这段没有放上去 到了一个老头家里边 悟空说我们在这休息一下 然后这老头说 哎呦 哪来的妖怪 长得怪吓人的 然后这个悟空说 你这个家伙 你小时候我还见过你 这个老头说 你才多大 你小时候你见过我 然后悟空说 我就是那个底下那个老猴子 山里边的老猴子 然后这老头说 还真是他 后来大家就很高兴 晚上请唐僧去洗澡 然后唐僧换下来的一个小衣服 换下来的一个衣服 然后悟空就把它穿上了 然后跟自己的裙子缝到一起 所以孙悟空在书里面的那个打扮 虎皮裙 底下是条裙 是条虎皮裙 用虎皮围的 上边是一个白色的小褂 然后中间把这个东西的缝成一体 这是悟空的真实的样子 就是在这个原著当中的样子 对吧 简单了解一下 后边我们再继续看 后来他们就从这个老头家里边出来了 结果走着走着 路旁呼哨一声 闯出六个人 打死了老虎 接着又出来六个人 各指长枪短剑 利刃强攻 大喝一声 和尚哪里走 留下马匹 放下行李 饶你性命 吓得唐三藏 魂飞魄散 跌下马来 不能言语 有没有发现 这个唐僧的绝招叫做跌下马来 这是唐僧的绝招 然后呢 行者用手扶起 就是已经掉地上了 这个和尚 是吧 唐僧已经吓得在地上 瘫成一坨了 孙悟空把他扶起来 说师父放心 没事 这些人都是送衣服 送钱给我们的 然后唐僧还不懂 说悟空你想有些耳臂 这个说你是不是耳朵不好使啊 你年纪大了吧 你耳背吧 是吧 他说的是让我们留下马匹行李 你找他要什么衣服盘缠 悟空说你也就不用玩 你就守着衣服 守着行李 守着马匹 等我跟他争持一场 看看怎么样 唐僧说好手不敌双拳 双拳不如四手 他那里六条大汉 你这般小小的一个人 怎么能跟他打呢 这个 这是一个 不知道孙悟空有天大本事的人 对不对 人家六个大汉 哎呦 你这一个小小孩这么点 你怎么跟他们打 悟空于是就过去 过去之后 插手当凶 对六个人施力 说列位有什么缘故 出我贫僧的去路 你看这个贫僧 是悟空说自己 对吧 因为他已经是个和尚了 他已经是个 是个头驼了 是佛门中人了 说你们为什么要挡贫僧的去路 就有人说 我们是捡径的大王 行好心的山主 我们就是山带王 对吧 此山是我开 此路是我栽 就这种 大名九波 米量不知 早早的留下东西 放你过去 敢说半个步子 叫你粉尸碎骨 碎尸粉骨 然后这个行者就说 我也是祖传的大王 鸡年的山主 孙悟空就很好玩 孙悟空说 好巧啊 我也是专业干这个的 而且我是祖传的大王 对吧 我祖上就是干这个的 鸡年的山主 不过这话说的也对 他以前就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花滚山 对不对 当山带王的 我怎么不知道 你们有什么大名呢 你说出来我听听 这个人就说 你是不知 我说给你听 你注意 接下来这六个人的名字 有意思了 我们六个人 一个叫做眼看喜 一个叫做耳听怒 一个叫做鼻秀爱 一个叫做舌肠丝 一个叫做易见玉 一个叫做身本忧 这是我们六个人的名字 这里就非常的具有 这个象征的意义了 这六个毛贼 其实代表的 就是他们的名字的 这个意思 六个贼是什么呢 一个是眼看喜 就是有时候你管不住自己的眼睛 对吧 你看到一个好看的 你就想去看 有的人是管不住自己的耳朵 听到别人说一些不好听的 就会生气 有的人是管不住自己的鼻子 有的人管不住自己的舌头 吃了好吃的还想吃 这个叫舌肠丝 有的人管不住自己的意念 意愿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欲望 这个叫易见玉 有的人管不住自己的身 叫身本忧 就有时候头疼 有时候脑热 有时候这里不舒服 那不舒服 就整天就因为这个事 所以你看这是什么 眼看喜耳听怒 鼻舌意 眼耳舌身意 对不对 加上鼻 这六个东西就是扰乱 心智的 是不是 魔杖 或者叫贼 不是吗 人的心在什么情况下会被扰乱 你本来在这波澜不惊 有人在旁边说了一句你的坏话 你立刻勃然大怒 这就叫耳听怒 不是吗 你本来这个一点事没有 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哎呀我想要 眼见喜 眼看喜 对吧 人家吃你也想吃 这个东西你也想要 对吧 你在担心说这个身体怎么怎么着 你看这六个 这是扰乱人心智的贼 在这里边就代表了这六个人 那大家还记得孙悟空代表的是什么吗 孙悟空代表的就是一个人的心 也就是说在取经的路上 你要先打死这六个贼啊 干掉这六个贼你才能继续取经啊 这就是这个故事 这就是这个故事用这六个毛贼取这样奇怪的名字 他背后的意思 所以你看悟空接着就讲说原来是六个毛贼 你们六个就像扰乱人心智的毛贼一样 你们不认得我这出家人是你的主人公 什么意思 就是人的心才是去管你的这个五官和你的意愿的真正的主人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之前讲这个西游记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过西游记不是一本儿童作品 不是一本逗你玩的作品 它里边有大量的中国传统的思想哲学在里面 他讲的就是一个人怎样去修炼怎样去修行 这个修炼不是说你怎么练你就上天了 不是这个修炼 而是说你怎么去对自己提要求 你就是一个真正的人 就是一个真正的成功的幸福的完美的人 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中国古代其实就讲过这个事 他讲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经常说 这个不要走邪路 对吧 说正人君子不要走邪路 说什么叫走邪路呢 什么叫邪呢 关于这个邪呢 有一种说法 比如说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管子 管子里边 是假借着管仲的这个名义 他不是管仲邪的 他里边就提到了 他说 正和邪 要区分很简单 什么叫正 什么叫邪 就看你是不是这个心能够管住 你的五官 但如果是邪呢 正好就是相反的 五官是主人 心是仆人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人到底是一个正人君子 还是走了邪路了 你就看他 你不是看他说这个人是不是不能吃好吃的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到底是谁在管谁 如果你的身体不归你自己的心去管 你说我有心无力啊 我也想管我自己 但是我管不住啊 我看那个好吃的我想去啊 我也知道我现在应该好好学习 但是但是我就是管不住我就是要去玩啊 我看了这个游戏 我就想伸手啊 你这个就叫走邪路了 因为你已经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 不是你自己做主的了 对不对 你的五官 你的身体 他们变成主人了 你当你想觉得那个东西好玩 想那个东西好吃 你想吃的时候 你就哪怕你知道现在不能去吃 你就拼命的要去吃 这个就叫做你的心 被你的身体奴役了 你的心成了身体的奴隶 这叫邪路 但如果是你的身体归你的心去管 你心里面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不管我的身体多么的想要去做什么 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 不应该做 我能管住我自己的身体 这就叫正人君子 这叫正路 没有吧 所以他讲这里边说 你看孙悟空说 你不明白吗 我这出家人是你的主人公啊 这就是说我作为心 我是你们这些 眼耳鼻舌身意 我是你们的主人 如果我不管你们 你的跑来挡路 你们不是 你们是应该干什么的 收我管的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你不认得我这出家人 是你的主人公啊 你倒来挡路 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 讲那个修行的话 对不对 就是人的身体 应该受自己的意念控制 所以各位 我经常有时候问你们 说你们觉得 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会发现就是 越小的小孩子 他越会说 我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 但是大家其实不明白 你那个不叫渴望自由 你那个叫无拘无束 你那个叫做 没有控制力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就是他觉得最好谁都别管我 最后我想干嘛就干嘛 你越是想干嘛就干嘛 你其实就越是往 再往邪路上走 正路上就是说 我能管住我自己 这种人是真本事 管不住自己 你就管不了别人 你也做不了真正的大事 对不对 这就是讲了这个道理 所以在这里边呢 一定是悟空把这六个毛贼 给赶走 或者给打死 这个就代表着说 心排除掉了 眼耳鼻舌身翼的干扰 他是真正的主人 把打劫的珍宝拿出来 我给你分成七份 饶了你吧 结果这贼听完了之后 喜得喜怒的怒 爱的爱 思得思 欲的欲 忧的忧 这是西游记 一边讲的道理 一边讲的故事 所以西游记这本书非常神奇 就是他又是一本 讲修行大道的书 同时又是一个 就连小孩都能看的 有意思的故事 对吧 他又同时是在讲了一个 呃 悟空出来把这几个毛贼 给打死的故事 同时又在暗示你 这几个毛贼代表的是什么 啊 后边呢 这个大家就一起上来说 你这和尚无礼 你的东西全然没有 转来还跟我们要分东西 对吧 你不给我们要你还你还跑过来找我们要对吧 就是本来是我们打劫的 结果你说把你们的打劫的珍宝拿出来 我们分一分就饶了你啊 于是 轮剑 轮枪舞剑 一拥前来 照着行者 劈头乱砍 乒乒乓砍砍了七八十下 悟空在中间只当不知 啊 和这个贼道 好和尚 脑袋真硬啊 你看这是西游记是一个是一部很搞笑的作品 他里边有些话对吧 就是你说 按理说打成这个样了 一发现说 刀枪不入 这和尚都不吓死了 结果这贼说 哎呦 真厉害 脑袋真硬啊 然后行者就说 将就看得过罢了 哎 还行 你们也打的手困了 我估计你们手也累了 该老孙取出个针来耍耍 我也玩玩我的针 这个贼就说 这和尚是一个行针灸的狼中殿的吗 说我们又没有病 说什么拿出他的针来 结果悟空当然就拔出绣花针 迎风一晃 确实一条铁棒 有碗来粗心 拿在手上说不要走 也让老孙打一棍 试试手 说让我打着玩一下 吓了六个贼 四散逃走 被他拽开步 团团改上 一个一个都给打死了 多了他的衣服 夺了他的盘缠 你看前面说 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送衣服送钱的 果然 然后笑嘻嘻的过来说 是否请 贼已被老孙搅了 没想到 三道就说了 你十分壮祸 你这个闯祸的家伙 他虽是简禁的强途 就是拿到官司 也不该死罪 他们虽然是一帮劫匪 但是这个罪不致死 你纵有手段 你最后就算有天大的本事 你把他赶走就行了 你怎么能打死他们 这是无故伤人的性命 如何做的和尚 说你这样 无缘无故的把人打死 你怎么能当出家人 出家人扫地恐伤楼已命 爱惜飞蛾杀兆等 你怎么不分青红早败一顿打死 全无一点 慈悲好善之心 就把孙悟空给骂了一顿 悟空觉得自己立功了 唐僧把他骂了一顿 骂的理由是你不该杀人 他们抢东西 你把他们赶走就行了 对吧 人家就算是抓到官府里去 都不至于要人命啊 你为什么就这么轻而易举把人打死了 你还有没有原则 对不对 然后后面说 这还是山野中无人查考 这还算是在荒山野里 没人知道 如果到了城市里 如果到了人多的地方 别人冲撞你 你也这样直着棍子乱打人 我可做的白壳子能脱身 所以这个唐僧 这段理由很有意思 原文当中的这个唐僧 并不是一个圣人 我前面跟你们讲过了 不是一个圣人 他骂孙悟空是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不像出家人 出家人是慈悲好善 对吧 这是出家人 然后呢 不能无故伤人性命 这个我觉得是 这个是是唐僧的这个原则 做事的原则 第二个 唐僧骂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是 你这样会连累我 明白吗 还有这么一句 后边这句就是 你这样会连累我 就是说 你这是在荒山野岭 你这个鬼脾气 如果到了人多的地方 你也去打人 我怎么可能做得白客 这个白客就是 呃 就是说 跟我没什么关系的人 对吧 我怎么可能脱得了关系 怎能脱身 啊 你这么干 将来还不是会一样连累到我 所以唐僧其实讲这个骂孙悟空是这两个点 一个点是他作为出家人坚守出家人的基本的原则 第二个是他觉得悟空你这么做的话 对吧 将来会闯大祸的啊 会连累我的 所以我要骂你 悟空就说 如果我不打死他 他要打死你呢 三藏就说 我这出家人宁死 绝不敢行凶 啊 你看 这是三藏 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说 唐僧这个人 其实你看西游记里边啊 他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然后他又没本事 又毛病多 又胆小 又怕事 但是呢 他有个特别好的 就是他原则性特别强 什么叫原则 原则就是 绝对 不管什么情况发生 我这个 我这个底线一定要守住 这个就叫原则 对吧 就是你哪怕杀了我 我也不会去行凶 他说我就算死 也只是一生 你却杀了他们六个人 如何你说 这事如果告到官府 就是你老爹做官 也说不过去 所以你看这个 唐僧是一个正义感 比较爆棚的这样一个人 对不对 宁死不敢行凶 我就算打死了 你就死了一个人 你却把人家六个都杀了 然后悟空就说 不瞒师父说 不要说这六个人了 我老孙五百年前 八果山称王称怪 我都不知道打死多少人了 他没跟你讲 对不 还不是说打死 我都吃过好多人 对吧 悟空后边就会讲到 说假如你这般说道观 倒也得告 倒也得些状告式 就是说 让你这说法 那我整天不用干别的了 别人告我就行了 我这打死的人多了去了 然后三方说 就是因为你没收没管 暴恨人间 七天狂上 才受着五百年前之难 所以他能说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 被压五百年 就是因为你不管自己 你以为呢 你还在这炫耀 对不对 今天竟然入了沙门 如果还是像当时行凶 一昧伤生 去不得西天 做不得和尚 如果你现在进了佛门 还这样 你西天是到不了 你和尚都当不成 推个推个 就是太坏了 太坏了 就把这个悟空给骂了一顿 所以你看 唐僧其实是个好师父 发现没有 他虽然没有本事 但是 他会教徒弟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而且他 看问题啊 看的还是比较长远 他说你知道 你为什么之前 会收五百年之难 你以为真的是 仅仅因为你大闹天空吗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大闹天空 你为什么会到 那个闯出那么大的户来 就是因为你从 小的事上不在乎 最后祸越闯越大 越闯越大 直到你受不了 对不对 直到你自己 hold不住 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 对吧 所以当年这个 三国那个时期 刘备在临死的时候 给他的儿子刘善 刘的这个遗言 叫做 勿以善小而不为 然后说 勿以恶小而为之 什么意思 就你不要觉得这个事 你做这个坏事 很小 你就去做 你觉得没事 我只不过随地出口谈 不会这样的 是吧 没什么大的问题 我只不过随手 扔个垃圾 没关系 他说你不要 因为这个事小 你就觉得没关系 影响没多大 你就随便去做 因为你只要 做了这个事 最大的问题 还不在于你 这口谈吐出去 对这个世界 有多坏的影响 而在于你一旦 做了这个坏事 你自己对自己 放松要求 明白吗 你今天干这个事 放松要求 明天你就会 再干一个 再大点事 你自己也可以放松 谈我都吐了 那我 那我随便干个别的 不也可以吗 对不对 然后完事 你这个坏事 就越做越打 越做越打 直到有一天 你养成了这种 毫无顾忌的毛病 做出 这个祸事来 收不住 这就叫 勿以恶效而为 所以唐僧 其实这段话 说的特别好 大家很多人 读到这儿 觉得唐僧 是不是小题大做了 其实我觉得不是 唐僧说的是 非常有道理的 他说了三段话 第一段话是 你这么做 不符合我们 出家人的 做事的规矩 而且你这样 会连累我 悟空说 那我不打死他 他会打死你 唐僧说 我是个出家人 我的原则是 宁死不敢行凶 而且就算他把我打死 你最多杀他一个人 你现在杀人家六个 对吧 你不觉得你过分了吗 你只不过是 用用这个保护 我做借口 打开杀戒 对吧 这个随便杀生 你这事就是告到官 你老子做官 也说不过去 然后行者就说 那我当年还打死了 好多人的 不也没事吗 唐僧说 那就是因为你没受没管 后来才闹出大问题来 才受五百年之难 所以唐僧把悟空说了一对 但是呢 这个时候的悟空 他虽然在山底下压了五百年 但是刚出来的时候 服管 对吧 现在老毛病又出来了 一生受不得人气 见三藏只管絮絮叨叨 按捺不住心头火 就发道 你其实这种说 我做不得和尚 上不得西天 不必冷般蓄锅 饿我 就不要在这叨叨烦我了 我去便了 我走了 我不是做不得和尚 上不得西天吗 那我就不做了 再见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猴子的心性 真的是非常的不坚定的 对吧 说跑就跑了 然后三藏还没等回答 悟空使个性子 江深一耸说 劳孙去也 三藏一抬头发现猴子没了 只听到呼的一声 回东而去 撇得长老孤孤灵灵 点头自叹 悲怨不已 然后说这思 这等不受教诲 这家伙这么不听话 我说了几句 他就跑了 爸爸吧 也是我命里 不该招徒弟进人口 算了算了算了 我估计这命里边 没徒弟 欲寻他 无处寻 欲叫他也叫不应 我说哪找他去 他一眨眼没了 我也不知道去哪找他 我也不叫他 他也听不见 去来去来 走吧走吧 于是舍身拼命归西去 莫以旁人自主张 就是哪怕孙悟空不在 你会发现唐僧 怕死归怕死 他还是会往西走 所以这是唐僧的优点 你越读西游记 你后面会越觉得 唐僧这个人 绝对是 虽然说 孙悟空 猪八戒 杀和尚 白龙马 这几个 每一个人的本事 都比他大 但是在这个团队里面 一定是唐僧当领导 因为他的取经意志 是最坚定的 怕死归怕死 但是认准了这个方向 他是最坚定的一个人 包括他的原则性 是非常强的 就是出家人 不能干的事 你怎么着 我也不干 杀人 对吧 这个娶媳妇 这件事他都不干 所以取经这个团队呢 从本领上来说 大家其实都瞧不上唐僧 孙悟空 猪八戒 杀和尚比较老实 白龙马不说话 就不说了 孙悟空跟猪八戒 其实对这个老和尚 整天太生怕死的 然后自己也 也也没什么本事 都看不过去 而且一会儿就肚子饿了 去给我找饭吃去 大家都这个 觉得这唐僧不行 但是呢 越往后走 他们越佩服唐僧 因为他们会发现 唐僧的原则性 特别特别的强 然后唐僧的意志很坚定 对吧 这是唐僧很厉害的地方 你看就在孙悟空走了 这唐僧叙叙叨叨 但是最后说 算了 没办法 那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去吧 抱怨归抱怨 我还是自己走 后边呢 就讲到说 唐僧收拾行李 烧在马上 也不起马 一只手拄着膝杖 一只手揪着僵绳 戏漆凉凉凉往西前进 走了没多久 看到山路前面 有一个年高的老母 捧一件棉衣 棉衣上有一顶花帽 这段话很明显是 很奇怪的一个场景 你想想 在一个山路 连个人都没有 出现了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 她怎么来的 反正是老太太捧了件棉衣 很奇怪 棉衣上有顶花帽 更奇怪 对吧 所以就告诉你说 这个人的身份一定不一般 三藏 见他来得很近 光芒牵马 立于右侧让行 您先过 可见这条路也很窄 山路 结果老奶奶就问说 你是哪里来的长老啊 这么惨啊 在这 唐僧就说了 弟子乃东土大唐奉圣旨 往西天拜活 佛求真经者 然后老太太就说 西方佛乃大雷音寺天诸国界 此去有十万八千里路啊 你看刚好是 孙悟空一个金斗的路程 对吧 你这么单人独马的 又没个伴 又没个徒弟 你怎么到得了了 然后三藏就说 我日前倒是有一个徒弟 这个家伙呢 生性 叫做性坡凶 对吧 说这个坡 就是管不住自己 管不住自己 凶丸 丸皮 丸皮 丸皮呢 渺然而去 就不知道跑哪儿去 老太太就讲 我有这一领 棉不值多 一顶欠金花帽 原始我儿子用的 他只做了三天和尚 不幸短命身亡 这个 这个老太太 说我这儿有一个衣服 有一帽子 这帽子是干嘛的呢 是我儿子的 但是我儿子呢 也当过和尚 所以这个衣服 其实就是和尚 可以穿戴的衣服 只不过呢 就当了三天 他就死了 你看这个 是不是跟那个和尚 跟这个这个悟空很像 悟空不是当了三天和尚死了 是悟空当了三天和尚 就不服管 就跑了 是吧 然后这个 老太太就说 我才去他私里哭了一场 辞了他师父 把这个东西拿回来 做个纪念 张老啊 你既然有徒弟 我就把它送给你吧 这个理由很生硬啊 有没有觉得这个理由很生硬 人家的徒弟也跑了 对吧 而且你讲说 你这衣服是干什么的 是来留作纪念的 结果你把这个衣服 要送给这个唐僧 所以唐僧说 感谢你啊 但是我徒弟已经走了呀 然后这个老太太就说 他去哪了 唐僧说 我只听到呼的一声 他好像往东边跑了 不知道没看见 老太太就说 东边不远 就是我家 应该往我家去了 我去找找他 我那里呢 还有一片咒 读到这里 你知道这是谁了 因为在整个的故事当中 提到咒语 只有我们前边说 如来佛给观音的 那三篇咒 对吧 我这里还有一篇咒 叫做定心真言 又叫紧箍而咒 紧箍咒 所以你们明白 紧箍咒还有个名字 叫定心真言 定谁的 定心的 就是你的心不安定 我念了这个 你的心就老老实实 这个叫定心真言 所以明白 为什么这个东西是管孙悟空的 孙悟空代表的就是人的心 对不对 他说你啊 把这个咒念熟了 在末泄露 一人知道 千万别跟别人讲 你要跟别人讲 大家知道 都知道紧箍咒的话 孙悟空就完蛋了 对不对 他说我赶上他 叫他还来跟你 我去把他教诲 你就把这衣服给他穿 他不服你使唤 你再默念词之后 他就再也不敢行凶 再也不敢 再也不敢离开 所以唐僧其实文言低头败谢 这时候你就知道 唐僧已经意识到 这个老太太 绝对不是个普通老太太 普通老太太哪有念咒的 对吧 还在紧箍咒 完事呢 老母也不掩饰了 化作一道金光往东而去 三藏 秦之士观音菩萨受此真言 连忙脱土焚香 往东 啃啃离拜 拜完了 收了衣帽 藏在包袱中间 你看到这里就发现 唐僧这个人也不笨 他很有想法 你说你想要骗孙悟空 猴经猴经的一个人 去戴上这个紧箍 然后让你去念咒 哪有那么容易 所以唐僧怎么做的呢 他并没有说 就是如果你想他直接拿出来 说来 父弟我给你弄了身衣服 不好解释 对吧 因为你以前一直没有 你前面还穿虎皮裙呢 你突然搞了身衣服来 对吧 所以他就把它藏在包袱中间 这个意思就是 等你自己发现 这样的话就 让孙悟空降低警惕嘛 对吧 他自己干嘛呢 坐在大陆旁边 宋席定心真言 来回念几遍念得烂熟 牢记心中 中间呢 我就跳过了 这个悟空跑哪去了呢 他往东跑啊 就跑到了这个 东海龙王的家里去喝酒去了 我跟东海龙王聊天的时候 东海龙王说 我听说你不是这个 保唐僧取经去了吗 纵空说 别说了 这个家伙太啰嗦了 对吧 不想保他 后来这个龙王就说了一句话 龙王说 你这样倒是自在 但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最多到最后 也只是个妖先 你成不了大气候 成不了正果 没什么大出息 说的这个孙悟空就低头不语 最后孙悟空说你说的对 我还是要奔个前程 对吧 我还是要有个正式编制 我还是要这个 做点大事去 不能整天这么闲散 悟空就准备走 结果回头路上又碰到观音菩萨 菩萨就问他 他说我去喝了杯酒 我现在就回去 结果就回去 好下一段 说悟空回去呢 就看到唐僧在路旁闷住 呆呆的坐着 他就上前说 师父 你怎么不走路 在这干什么 唐僧太起头来说 你去哪了 叫我行又不敢行 动又不敢动 只管在此里等你 对吧 我也不敢走 我在这等 他说 我去东洋大海老龙王家讨茶吃一吃 唐僧说 徒弟啊 出家人别说谎 你离了我不到两个小时 不到一个时辰 你就去龙王家里吃茶了 然后这个行者就笑着说 不瞒师父 我会金斗云 一个金斗十万八千里 再次提醒你 他去取经的距离就是一个金斗 所以呢 急来急去 唐僧 唐僧这时候就讲 我就稍微说话说重了点 你就怪我 使个性子丢了我走了 像你这有本事的还有茶吃 我这去不得的就得在这挨饿 你也过意不去呀 你看唐僧在这干什么 唐僧这段话是在干什么 你们觉得 示弱 卖惨 还有什么 诉苦 动治疫情 是吧 装可怜 好 我们来看一下唐僧到底是在干什么 你要知道唐僧是在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首先你就先去分析 他这段内容里表达了什么 他表达了第一个是 说 你看看 我就稍微说重了点 这其实是已经 是不是已经在承认自己 也许前边 话说重了 给悟空一个台阶下 这叫给台阶 这是给孙悟空台阶下 如果你说 我什么都没有做错 你就跑了 这就是不给人台阶 他说给人台阶是什么呢 我前面就稍微说你说重了一点 结果你就这么跑了 你看这是给台阶下 第二个说 像你这有本事的 讨的茶吃 像我这去不得的 只能在这挨饿 这是在干什么 有的人说是在卖惨 或者是在示弱 我觉得示弱稍微好一点 但是同时你知道 他还在讲什么 就是 哪怕你前面怪我 现在怎么着 你看看 你这不是吃了茶了吗 我还在这饿着呢 是不是 我也受了惩罚了 看到没有 你这有本事的 你有茶吃 我这去不了的 在这饿着 所以你看孙悟空这时候 是不是心里的气就消了 说你看你也过意不去 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太好 唐僧是个特别会劝人的人 就他如果真想劝人 你会发现 他如果心里边有想法的时候 他特别会劝人 就孙悟空这个时候是 已经回来 准备保唐僧了 但是两个人之间比较尴尬 因为前面刚吵了 刚吵了架 悟空说 我不当和尚了 我也不去西天了 就走了 这时候他回来了 唐僧怎么跟他讲 唐僧说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说好的 你不当和尚了吗 你这不是自己打死脸吗 你给我滚 有的人就是 人家都已经回来示弱了 你就给个台阶下 有的人就是对着干 你看唐僧就很聪明 唐僧马上就给了台阶 唐僧说 哎呀 我前面就说中了吗 对吧 就算说中了 你就算怪我 你就把我给扔下了 对吧 而且你看你 你这么有本事 你跑出去 一会儿你就有吃的有喝的 你我这么笨的人 我在这儿饿的不行 你哪过意的去 你以后别这样了 两个人是不是一下子就好了 所以悟空听得都很舒服 悟空马上说 师父 你如果饿了 我给你找吃的 悟空马上就顺着台阶下来了 然后唐僧说 你不用去找 所以接着唐僧就把这个话题引到什么了 包袱 说我的包袱里头还有些干粮 是刘太宝的母亲给的 这也是真的 对吧 前面刘太宝的母亲给了一些干粮 说你拿这个波鱼儿找些水来 我们吃了 一起走吧 悟空这时候就完全放松警惕 去解开包袱 在包裹中间 看见有几个粗面烧饼 就拿出来 递给了师父 他突然间又发现 有光艳艳的一领 棉布之多 一顶千金花帽 你看 唐僧前面是藏在包袱中间 对吧 悟空这个时候发现了 就说 这个衣帽是东土带来的吗 也就是说 悟空说 我怎么以前没见过 哪来的 唐僧顺口答应 我小时候穿的 唐僧骗人也是有一套的 虽然说出家人不打狂语 对吧 这个为了 为了哄孙悟空戴上 这唐僧很聪明的 我小时候穿的 所以我藏在里边 而且我小时候穿的 所以这个大小跟我的 这个身材是不一致的 要不然你说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唐僧带了个衣服 然后身材是符合孙悟空身材的 这没法穿呀 对吧 如果是符合唐僧身材的呢 倒是合理 但是悟空也穿不上了 他也不会想穿 然后唐僧说 这是我小时候穿的 所以他穿就刚好 然后说 那为什么这个 这个东西除了好看 还有别的功能 帽子一戴了 不用教就会念 衣服穿了 不用学就会行 你看特别符合孙悟空 这种沉不住气的家伙 对不对 我还得学习念经 还得学习眼理 这是一个神奇的这个 异貌 然后悟空一听很高兴 好师傅 把鱼我穿戴了呗 给我呗 你看你小时候穿的 你也不需要了 你这浪费 对吧 放得也是放得 三道就说 只怕长短不一啊 你若穿得就穿了吧 什么叫长短不一 就是 就怕大小不合适 你看唐僧很会演示 唐僧如果这个时候说 没问题 就是等你呢 对吧 就完蛋 就露馅了 唐僧说 就怕他小不合适 你如果能穿得上 你就穿 假装不在意 那你知道为什么 唐僧要 这个包括观音菩萨 就这些人要 要这么去 去设计这个东西 包括说 为什么要设计 一个衣服 加一顶帽子 就是看中了 孙悟空有个什么特点 孙悟空从 这本书一开始 到后面 他都有一个特点 这特点叫什么 什么特点 除了浮躁 周木春说对了 对 是不是一个很爱美的猴 就是特别看中自己的形象 对不对 你想想 有人说臭美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想想当年孙悟空当猴王的时候 当猴王的时候 他说这个我要去搞个武器 结果搞了武器之后说 哎呀不行 我还要一身披挂 我要个穿的好 我要戴的好 凤士子警官 桌子黄金甲 偶丝不云履 对不对 然后完事 他从这个五行山出来之后 挣脱了之后出来 觉得自己没衣服穿 把老虎打死 然后把他的虎皮弄下来 搞一个虎皮裙 对吧 然后还搞两 还得搞两套 平时换着穿 完事到这个老头家里边 把那个小布直多跟那个虎皮裙 认认真针缝在一起 就还喜欢造型 对吧 就他喜欢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 这个直多跟这个花帽 送的正好是他喜欢的 就送到他的心坎里去了 看到就想穿 又是很漂亮的 再加上说 为什么他其实核心的还是这顶帽子 为什么要给他一个衣服呢 因为你光放一顶帽子 很奇怪 对不对 只有一顶帽子也很奇怪 所以这个衣服是来打掩护的 一套 所以这个行者就脱下了白布直多 把棉布直多穿上 也就是比量着身体财的一样 就是给他准备的 对不对 然后把帽子也戴上 这下就完蛋了 三藏一看戴上帽子就不吃饭了 默默的念了一遍紧箍咒 行者就说头疼头疼 师父又不住的念了几遍 把行者痛得打滚 抓破了欠金花帽 三藏又怕扯断金箍 住口了不念 不念他就不疼了 再伸手到头上摸一摸 这时候帽子已经被扯掉了 留下了一条金线一样的 紧紧勒着的一条绳 对吧 揪不断 生了根了 他就从耳朵里取出针 插在孤里往外翘 就非常的生动 然后三藏又怕他给撬断了 又念 他仍然疼 疼得 竖倾庭翻金斗 面红耳赤 眼障深麻 一看这样 又不忍得 又不念了 他头又不疼 行者就突然发现说 我这头原来是师父咒我的 原来是你 三藏就说 我念的是锦箍经 你看 这个 唐僧其实 你说他 你说他没本是吧 他这个口才很了不起 就是没有人告他 说这是一个经文 从一开始就告你 我是个咒语 对不对 然后唐僧在这说 我念的是个经 叫锦箍经 我哪里咒你了 然后行者说 你再念念 他又念 结果他又痛 别念别念了 你念我就痛 你这怎么说 三藏这个时候就这样 那你听我的话了吗 这我就不用给你讲了 对不对 你就不用管说 我为什么要念了 我就问你听不听话 悟空说听了 你可再无理 不敢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知道孙悟空 这种不服管的 他肯定说 那就把你干掉 对不对 我就把你干掉 水上虽然拿影 心上还怀不善 把针晃一晃 晚来粗细 望着唐僧就要下手 吓得长老孔中 又念两三遍 猴子跌倒在地 丢了铁棒 手都举不起来 说师父 我晓得了 不要念了 唐僧说 你怎么欺心就敢打我 你看又是这个词 欺心 你又不知道 你自己是谁了 行者说 我不敢打 我就想问问你 谁教你的 唐僧说 刚才一个老太太教我的 行者大怒 后面这句特别搞笑 孙悟空很生气 不用讲了 这老老太太 坐定是那个观世音 他怎么那么等害我 等我上班还打他去 我要去揍他 然后三遍就说 这番既然是他教我的 他必然自己也会 你如果去找他 他念起来 你不完蛋了吗 诶 这么会听有道理啊 然后不敢去了 然后回心说 师父 这是他奈何我的法 叫我随你去去 我也不去惹他 你也不要 没事就念啊 我保你 我再也不退回了 就我服了 唐僧说 那这样的话 你就服侍我上马 他就把他 是吧 扶上马去 然后拉着马 收拾行李 就继续前行 这是真正的收服了孙悟空 因为前面你只是把他放出来 他不听你 但是现在你说 孙悟空后边有很多次机会 可以下手 唐僧睡觉的时候 一磅把唐僧打成肉泥 就可以 为什么他不打 你们觉得为什么 对了 不是说他 仅仅的是尊敬 定心了 福气了 是因为 对曾同渊说对了 是因为这个 佐伯也说对了 是因为观音菩萨也会 紧箍咒 前面问你了 这事是很麻烦的 就是你打不过观音 观音念紧箍咒 你就完蛋了 你把唐僧打死了 也没有用 不是吗 所以他打死 唐僧有什么用呢 你看 孙悟空这么聪明的人 他就知道说 没辙了 我去打死观世音 这没用 我也打不过他 我去了他就念 我就完蛋了 对吧 唐僧 我直接收拾他呢 他就念 我偷偷的收拾他呢 我要打死他呢 那观音要找我麻烦 对吧 所以他后面就被管住 死心塌地 抖擞精神 树一树 树一树棉布之多 后边的装备 就是棉布之多 加虎皮群 加一个小金箍 加上这个金箍棒 扣背马匹 修饰行李 奔期而尽 后边就继续前行 下一站 该遇到谁了 下一站该遇到谁了 下一站就猪八戒了 对下一站该遇到白龙马了 对不对 所以前面你看 我们说 这个观音菩萨这段 其实已经告诉了你 后面这个情节 会朝着什么方向走 他收徒弟的顺序 必然是跟观音菩萨 这个反着的 现在说我们终于 收服了孙悟空 后边就该收白龙马了 再然后遇猪八戒 然后遇沙悟境 然后这个取经团伙 团队就祖齐了 祖齐了之后 再一起上路 对吧 再去降妖出没 这是这个 咱们读的这个第七周的 叫新元归正位 所以你看他 他这个说要去取经 先收服谁 先收服心 对不对 先有这个心 还有其他的 好 我们今天读的是这个部分 后面咱们来看一下 上一周的读书任务 上一周读书任务呢 让大家去改写 改写这个孙悟空的样子 就是在我们的原文当中 有一段 说第一次见到孙悟空 有一段诗 对吧 把这段诗 改写出来 首先呢 大家要明白它的基本意思 尖嘴缩塞 金金火焰 这是孙悟空的样子 对不对 头上堆着苔蠐 耳中生着碧螺 这是孙悟空很惨 有的同学 我看到他们改写的说 哎呀 他的头上堆满了什么样的苔蠐 他耳朵里边生着什么样的 这个碧莉和 什么样的这个女螺 然后长得很漂亮 这个是就表现孙悟空很惨的 压了500年 身上都长毛了 对不对 这种呢 并边少发多青草 然后寒夏无需有律下 这种已经很惨了 眉间土 鼻凹泥 十分狼狈 指头粗 手掌后 尘够鱼多 这一大块啊 写的都是 他被压在底下的惨状 前面写的是他本来的样子 他的突出特点 后面说还好 他还能转眼睛 还能看 还能说话 这叫做还喜得 眼睛转动 喉舌生河 语言虽利变 身体莫能挪 虽然说得了话 但是身体是动不了的 正是500年前的孙大圣 今朝 这两个字叫难满 托天罗 天罗就是天罗帝王 对吧 就是说 在今天 轮着他 满了 这个难满了 对吧 就跟服刑 到七了 他可以跳脱出来 当年捆他的天罗了 天罗帝王了 是这个意思 有的同学没明白 把它翻译成了难满 好 我们看一下 几个不错的同学啊 一个是南京的 顾玉宁同学的 还有一个是北京的 深宇清的 还有一个是 这个深圳的蔡鹏森的 好 我们先来看顾玉宁的 唐僧走到五行山下 只见一个妖怪被压在山下 这里你其实翻译成猴会更好一点 对不对 一个老猴会更好一点 直接说妖怪有点吓人了 只见这个妖怪生的尖嘴缩塞 这个尖嘴缩塞也有了 头上铺着厚厚的一层青苔 耳中冒出 弯绕盘曲折的碧莉和女罗 这里边没有写这个金睛火眼 对吗 耳旁的毛发已经寥寥无几 趁得那长势茂盛的青草 格外的显眼 这个句子写得不错 说她的毛发少 使得青草感觉更显眼 下巴上的绿沙草 代替了原本的胡须毛发 往上看 只见她的眉毛中夹杂着泥土灰尘 鼻中凹下的地方都被泥巴填平 样子非常狼狈 然后说她的手指又粗又大 宝金沧桑 指缝中还有残留的 这个污垢和灰尼 一双火眼金睛 她把火眼金睛放在这儿 见有人走来欢喜的转来转去 口中发出愉悦欢快的声音 这个句子她想讲的是这个 欢喜得眼睛转斗 猴舌生河 因为她写的是唐僧剑道的样子 所以她说是 这个悟空是这个猴子 看到有人过来高兴的眼睛转 虽然语言盈利身子却动弹不得 原来这妖怪正是五百年前到天空的孙大圣 如今 最后这个句子翻译的不对 这个地方改写的不对了 就是难满 不是难以逃脱 难满脱天罗 是如今终于可以逃脱天罗帝王 他把这个难理解为了难 这是这是这个顾宇宁改写的这个问题 但是整体上呢 还是很不错的 整体上还是很不错的 好 我们看第二位 神与新的 说只见那大圣 尖嘴猴腮 一副狐孙模样 瞪着一双火眼金睛 面向甚是凶恶 经过岁月的洗礼 他的头上长出了层层茂密的胎线 耳中生出了些许碧螺 他并边为数不多的毛发 在一层草的遮盖之下 显得更加的稀疏 下巴上没有胡子 却被堆满了绿沙草 他的眉毛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土 鼻孔也满是你 十分狼狈 十根手指头粗得像是十根大萝卜 手掌非常厚实 虽有千斤之力 但被灰尘改得严严实实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 刚从战场上打仗 跑回来的逃兵 如果再压几个月 可能头上就要长蘑菇了 那猴看见长老喜不自身 眼睛不听话的直乱转 嘴巴如同开了闸一般 滔滔不绝 说话虽然很灵便 但身子一挪都不能 他正是五百年前 当老天宫的孙悟空 如今终于难满 可以放出五星山了 这个整体的 写的是很好的 基本上就是把 这个原文 对吧 进行了扩展 还有想象 并且在里面 还有一定的 自己的想象 对不对 说简直就像是一个 跑回来的逃兵 再过个几个月 估计头上要长蘑菇了 最后一位呢 是蔡彭森的 唐松凑近一看 只见狮侠中 有一只尖嘴巴 脸颊小的猴子 有一双火眼金睛 他头上堆满了一片 茂盛的苔藓 耳朵里长着 生机勃勃的 碧里女螺 两面旁 长了无数的青草 把毛发 遮得仿佛变得很少 下巴 旁冒出了一株 一株株的 清脆的沙草 把须毛都藏得仿佛 消失了 真四个植物园 这里边有一个 小的评价 很有意思 说这猴子 简直是个植物园 另外呢 眉毛顶着土 鼻子不满泥 狼狈不堪 手指也变粗了 手掌也变厚了 不满了灰尘 人很高兴 说了不少话 虽然说话很顺畅 像一个活力百倍的小伙子 但是身体却动他不得 像个木头人 他正是孙大圣 今天他的难要满了 要准备离开监狱 五行神 所以大家要明白 这个大概怎么去改写 就是用你的语言 去表达 这个要表现的 孙悟空的样子 这里边表现的 孙悟空主要的样子是什么 就是惨 就是一个字 核心一个字就是惨 一定要表现他有多惨 身上长什么样的毛 对不对 然后泥土有多厚 身子一动不能动 只能眼珠子转 只能说说话 但是身体毫不能动 然后今天终于要难满 这是我们希望大家去写 那么这周呢 我们继续往后去阅读 今天后面要读的下一篇 是咱们的第应该是第十九回吧 我看看 十五回 十五回 下一周我们来读第十五回 叫舌盘山诸神暗幼 应酬剑一马收江 很明显要收小白龙了 那么今天的 这周的读书任务呢 我们是这个任务 我们的四月读书节里边 有一个任务 是要求所有的同学必做的啊 就是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撰写推荐卡片 然后这个你就写好了之后 发到classing上去就可以了 你不用去添加助手法 对吧 你作为会员有一个直接的通道 就写到classing上去 我给你做了个示范 我推荐的就是西游记 对吧 但是你不要看我的这个推荐理由 你自己去写 然后我给大家一个指导啊 就是你可以有照片 可以有自己画 写在一张纸上啊 只要自己清晰书写规范 就OK了 三个基本的部分 第一个是你要推荐的书 是什么书 第二个是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第三个是推荐人是谁 对吧 第三个是推荐人是谁 然后这个是必做的啊 本周的任务 那么还有两个呢 是大家可以选做的 以上的这三个任务 全部都是 就是我们会有评奖的 所以我特别希望 我们读书会的同学 能够得到这个奖励 我会给大家一些简单的指导 比方说 你这个 比方说你这个手写的这个推荐卡片 推荐读书的卡片 对吧 你要讲出书名 你是谁 年纪啊 然后一般你可以分成三段 如果不知道怎么写 可以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这本书 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我曾经觉得怎么样 读完之后 发有什么新的发现 第二本是这本书 让你觉得最精彩的地方 最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你为什么要推荐 对吧 最后一句总结一下 这样写成个小三段 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去参加我们的 朗读的这个活动 或者是 还有一个活动是讲书 就是拍视频 大概三分钟以内 向别人推荐一本书 讲你的这个读书 带给你的成长感悟 对吧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是简单自我介绍 我是谁 今年几岁 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什么书 这是我怎么读到的 然后第二就是这本书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尤其是里边 可以具体的去讲一个细节片段 第三是这本书给你带来的改变 或者说你觉得 你现在这个读这本书当中 对吧 印象最深刻的 或者说形成的新的认识 对你产生的新的影响 都可以去讲 好 这是我们本周的任务 本周的任务里边 三个任务 大家必做的是写读书卡片 这个 然后剩下两个选作 然后写读书卡片 这个呢 大家就可以直接去写西游记了 你就可以直接去推荐西游记了 当然我希望你写的是 你为什么要推荐别人读西游记 你觉得这本书 你自己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为什么要去布置这样的一个任务 因为读书最重要的就是形成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一定是形成你的认识 形成你的看法 形成你的感想 所以希望大家认真地把这个任务进行完成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周 继续读白龙马的那一段 拜拜 再见 余轩莫 你不 余轩莫说 因为每一个读书会上都有它 是吧 那你每个读书会都要写 你就把每本书都推荐给大家 好好好 就这样吧 拜拜 如果你同时在几个不同的读书会上 你每个读书会的都要做 因为这是我们每个读书会的任务 每个读书会有自己的任务 那你就想你不完成这个任务 平时你不是还是每个读书会有自己独立的作业任务吗 对不对 所以你参加了哪个 你就去推荐哪个 都参加了就都推荐 多写几个没关系 多写几个中奖概率更大 对不对 好 今天就到这了 下周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